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天子自己才称王 到了东周末年 即战国中后期 各诸侯野心膨胀 周天子打也打不过 骂也骂不得 于是自称蛮夷的楚国率先称王 后来的各大诸侯也开始护王之 把周天子晾在了一边 这便是最早的地方王的来历 到了秦始皇横扫天下 觉得自己简直吊爆了 王位已经配不上英俊的自己了 于是改称皇帝 而且秦始皇本人极讨厌封建制度 采用了军权制上的俊宪制 手下的功臣立了天大的功 也不再有丰邦建国的举动了 一时间王爵消失了 汉初高祖刘邦推行郡国并行体制 封了不少异姓王 或许是帝王骨子里的不安 刘邦称帝后 耍手段消灭了大部分异姓王 这之后 他深感无力 直接控制浮原辽阔的大汉全国 在总结秦王的历史教训时 刘邦认为秦之所以王 是因为没分封自家同姓子弟为王 因此他在异姓诸王的旧土上 又陆续分封了九个刘氏宗氏子弟为诸侯王 史称同姓九王 并与群臣共立非刘姓布王的誓约 可是同姓王也不靠谱 后来他们发动了七国之乱 直到汉武帝实行了推恩令 封王虽然仍然有帝有宗庙 但是权力兵力却被逐步限制 最终才解决王爷们造反这个问题 但也产生了一个副作用 汉末天下大乱 汉室竟然没有一个封王 可以出来有任何担当 到了不信邪的西晋 大四封王的同时 又搞成有兵有权的 晋惠帝的余顿 和皇后贾南风的乱政 加上中央政府统治力孱弱 最终酿成了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 使华夏大帝陷入了近三百年的黑暗时期 晋朝国座自此而衰 并且演化出南北朝 在之后的王朝 一直在如何对待王爷们 这个问题上备受困扰 给王爷权利怕他们造反 不给他们权利怕别人造反 皇室没人帮忙 很是纠结 其实封建分封制 已经极度不合适 滑下大地了 但是封王这件事 一直是皇帝手里 可以给子弟功臣最大的奖赏了 到了隋唐五代宋的时候 依旧如此 但是一切在唐朝时 发生了巨变 唐朝君主深知 要把握天下神器 还是要赏伐分明 而封王这个超神的手段 自然不会放弃 但他们却改变了封建制度的核心 让封建成为一个空壳 其核心内容就是封而不见 虽有封诀 但是却没有实际封地 没有实际权限 只有相应的封地税收 而既然没有了实际封地 王爵就不再严格以擒 楚 其尽等地名为名 如唐宣宗继位前 就是光王 还有杨贵妃 原是唐宣宗之子 寿王的宠妃 可见这个时候开始 封王已经布局限于地名 而且出现了亲疏差别 到了宋朝的时候 也是寻此救治 宋高宗照够当皇帝前 就是康王 唐宋时期 对于亲王诀 郡王诀 开始有严格的区分 按惯例 一个字一般都是亲王 如魏王 楚王 韩王 齐王 信王 德王等等 两个字的王是郡王 如淮南王 渤海王 成都王 狼牙王等等 郡王的地位低于亲王 不过也非常尊贵了 而在亲王里 秦 楚 齐 晋 以这四个字命名的王 在亲王里 地位最尊贵 号称 一字并肩王 在评书演绎中 这种王见了皇帝 可以不下跪 当然 现实中 是不可能的 但是确实地位极高 比如李世民 在当皇帝之前是亲王 他设死的弟弟 李元吉 就是齐王 明初的时候 朱元璋为了保证 全国各地的稳定 大量分封亲王 把儿子们分到各地镇守 亲王们可以拥有大量武装 可是老朱 当时脑子短路 他只知道自己是老爹 而且暴躁生猛 儿子们有十个胆子 也不敢造反 可是自己死了以后 就未必了 果然朱元璋一死 建文帝想消翻 消着消着就消出事了 直接逼反了 本就不老实的燕王朱棣 一场静难之意 打下来 把建文帝 直接给打没了 燕王朱棣 当了皇帝以后 明朝王爷们的苦日子来了 真被荡成猪 圈养了起来 朝廷纷纷 让他们交换领地 把一个燕王 生生给分到了湖北 不仅交换领地 还限制出境 没有皇帝命令 连出城都不允许 更别提掌握军队了 整个一个高级囚犯 吃喝玩乐 搞女人可以 想造反 也不看看自己手下 才有多少人 甚至藩王的母亲离世 都只能在自己的封地摇拜 而不许进京奔丧 除非藩王和皇帝 同一个生母的 可以回京奔丧 但只准到京城门口 不得入城 到了清朝 皇帝实在不放心 把亲王分封在地方 而且还有三藩之乱的故事 在前面 索性不分封 连念想都不给你 什么齐楚燕 寒兆未勤 通通不封 给起个好字 什么礼啊瑞啊 公啊素啊 老老实实地 在北京趴着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